首先你可以看到你最基本的资料 比如你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目前账面盈亏 你实现了多少回报 还有已收获的补息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特 他是Mosker 去年的2020年 虽然很多事情都是很魔幻的 可是有关注股市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有发现 去年的股市行情 是多年以来很好的一年 对吧 我们在想可能有不少小伙伴 也趁此机会入场 开始买股票了 如果你有的话 那这一期的影片对你的帮助会挺大的 因为我们这次要分享的就是 Excellent股票管理表 虽然你在你的券商界面 都可以看到你的基本收益那一些 可是如果你要更详细的分析 或者细节的话 他们肯定就没办法给到你 又或者可能你的券商功能 本来就没有那么好 或者你有两三个账户 现在想要统一管理的话 那今天的股票管理表 就可以帮助到你 或者如果你没有买股票的话 这一期你也可以先看看 可以先感受一下 如果你们过后真的有买股票的话 要怎么管理他们的一些思路 这次我们会直接把这个表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好奇这个表是怎么做出来的话 那下一次可能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影片来教你们 先看大家的反应 然后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影片不是鼓励或者不鼓励大家投资股票 只是如果你本来就有买股票的话 那这个表就可以帮助到你 如果你没有买的话 那你就先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界面 首先你可以看到你最基本的资料 比如你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目前账面盈亏 你实现了多少回报 还有已收获的补息 中间这个图是在比较 你每天的投资组合和大盘的表现 有NAS、达克、道琼和标普500 通常大家的目标都是要打败大盘吧 应该没有人想要输给大盘 不然就直接买大盘ETF就好了 在中间会有一个从你开户以来 户口市值变化的一个趋势图 我们一样把大盘的数据也标在同一张图 看看你的投资组合整体趋势是不是大盘一致的 或者是跑赢跑输大盘 右边的图是我们投资组合的占比 最右边是户口每天和累计的回报率 橙色是显示每天的回报率 蓝色是累计的回报率 累计感觉是你讲错诶 没有啊累计啊计算的计啊 好老土哦你这发音 累计哦 往下看我们能看到你所持有股票的细节 比如目前市场价是多少 你的均价是多少 目前的盈利是多少等等 这里也没有什么是你们需要填写的 只有这里 这两排是我们从Microsoft的数据库连进来的数据 可能会和你的券商上的价钱有一点差别 可是也不多了 可能一两分这样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你可以在这两行把你真正的价钱写下去 把原本的资料覆盖掉 那我们都不用去动它是吧 完全自动对吗 嗯 你好棒哦 不是你要点refresh 你进来的时候去到这里 点refresh all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买新的股票怎么办 它会自动加下去吗 不会啊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橙色的部分是你唯一需要输入资料的地方 比如你今天1月5号买了一张Facebook的股票 用了268美金买了一张 总共花了268美金 你就要记住在这里 这个fx rate是兑换率 比如如果你买港股的话就会有数字在这里 这两个cost是代表你的券商的手续费 如果有的话你们要打进去 最后这个表就会计算出右边部分的数据 你们往下复制它的方程式就可以了 这边比较复杂一点点 如果你们想学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次可以教你们 请不要留言 然后这个橙色部分的数据的话 其实大多数券商也是可以让你们直接把数据下载下来的 如果你们不想每次都手动记录的话 就隔3x5到券商那里把数据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最后正面是我用来做第一面图表的数据 其实不会很难只是很麻烦而已 一样如果你们想学的话再跟我说 这次不多说 你们在这里需要做的只是 如果你们买新的股票的话 就要往右复制这个数据 比如你买了Disney的股票 你就要这样做 等一下 BZ 哦出来了 这样Microsoft的数据库就会自动把数据导入进来 加了这边过后 再复制左边的方程式 这里 这里 这样它才会把Disney股票的走势考量进所有的图表 还有最后一个你们要做的就是把日期写好 Start就是你开始建长的日期 And不用管它 这个是设置成今天的日期 哦 差不多就这样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要分享的内容 希望你们多少觉得有一点用处 还有很多其他可以进步的 你们就自己发布 你是不是不想要教大家 这个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你们自己去发掘 我们只想当懒猪啦 好如果你们想要这个表的话就好像之前一样记得订阅我们 按赞这个影片然后在下面留下你们的电邮地址 我就会发给你们了 可是我要先和你们说因为我的YouTube后来好像有问题 就是有些小伙伴留言了我可能就看不到 所以我遗漏 如果你们不介意第一次没有收到 然后一直来催我的话 你们才留言 当然我也不排除一些小伙伴 就是明明自己没有留言 然后讲没有收到 你们不要讲了 就弄得混乱耶 好那我们这次就先这样了 下一次节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